大家好,在上一节课程中呢,我们讲了Express.js路由的使用 在本节课程中呢,我们将按之前大纲写的内容 我们今天将讲这个server request和response 之前呢,我们回到之前的例子中 我们在之前的例子中,比如说上一节课讲路由的时候 我们每传入中间键一个,每传入一个callback function 一个回调函数之中都会看到这个response和request和response object 当初呢,我只教大家,只给大家演示了个别 API或者参数的使用方法 比如说这个send,比如说request之中的params的使用 但没有告诉他,给大家讲他一系列的内容 其实这之中的那个知识还是很多,知识点还是很多的 今天呢,我将为了节约时间呢,我先列出来这么几个重点 也就是我会讲七项关于request的项目和六项关于response的项目 当然这个API呢,是有很多的了 这是我们最常用的几种,我今天会给大家一一讲到 其他的呢,欢迎大家处类旁通 去看自己去看那个express.js的文档 那么就先来看这个request的第一项,requestparams 大家看到这个params很熟悉,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在上一节课中刚刚讲过它 这里呢,我就不多浪费时间了 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传入一个list 然后之后呢,我在这个UAL的路由的第一个路由匹配的这个string里面 我传入了一个,我告诉他这个位置是一个参数 那么呢,他就自动会把这个名字 当前我自己定的这个名字 比如说,listname放在当下的这个requestparams的listname下 这边就会传到,这个listname就会变成这个参数 比如说这个listnameID呢,也会自动变成 这个ID呢,自动会变到listID下 由于上一节课刚刚讲过 也在大家一块去体验过 所以这一节课就不浪费时间再演示这个了 我们从第二开始request query request query什么意思呢 就是其实就是UAL的parameter 我们任何做一个任何request 我们都可以传入任何的UAL 在问号后面传入一些UALparameter 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我们在这边 今天的这个新的一个文件夹下的index.js呢 我们copy,我们复制之前 Router里面的第一行和第二 这个视力程序第一行,第二行和最后一行 因为他们都是通用的 我们这里节约时间 直接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在中间呢 我们给它添加一个最简单的路由 也就是是监听在根目录下的路由 然后我们让它只有一个回调函数 然后也不管这个不浪费时间 好,我们把这一行也删掉 这里呢,我们就要看看这个 让大家看一下console.log request.request.request 这个是 curry 这个curry object里面有什么内容 这里呢,我们就需要用到 因为这个curry呢,是个object 我们需要把它把它print出来 在log里面 所以我们就会用到json.string stringify 然后我们把这个object给它print出来 大家看一看这个object是object是什么样子的 这里呢,我继续访问 这个 我这边呢,有一个比较方便的程序是postman 这个呢,可以让我随意的设定header 我把之前的history都删掉 我这边请求1234localhost 注意这个postman是一个chrome extension 它可以让你自定义一些urparameter 比如说我订abs,比如说订time等于10点10分 还有date等于10月1号 就订这两个吧 然后我们把server启动一下 现在我已经在request result request这个follow下 所以我用nodeindex就启动了server 我现在呢,传入 大家把这个放在另一个边 我现在发送这个request 大家看就可以看到 我这个 request这个query这个object是非常好用的 它自动帮我们把ulpanel变成一个jsonobject 因为我们的编程都是用node,也就是javascript嘛 javascript对于jsonobject是原生支持的 所以呢,如果这边我们需要console 我们想知道,比如说user的id是什么 consolelogrequest.query.id是什么 我们这边只是要传入,给他传入id id是1234567890 当我重启,重启一下server 重新发送的时候,就可以自动解析出这个id是什么 这也是非常方便的 那我们来看这个request.body request.body里面有什么呢 我们先把这一行comment掉 我们要输出一下body的内容 request.body 因为是要看body的内容 所以我们最好用post request 然后同样是根目录 我们可以加一个test目录 test 加一个test目录 这个postman中呢 我们用post这个方法来post到这个test的这个endpoint里面 然后我们传一个form data 一个字符对 传一个time 传一个now 传进去 我们重启一下server 看一看会有什么效果 刚才有几次fail noteindex 当我传入的时候 我看到是undefined 就是为什么呢 它不是一个天生自带的body吗 其实不然 如果我们想要访问body 和这个之后我会讲的cookie一样 我们需要用到另一个中间建议 就是叫 一个叫body parser的东西 在这边呢body parser是另一个module 所以我们需要引入这个body parser等于require 需要require另一个module 类似于require express 这个module的名字呢叫body parser 当我们require到body parser之后呢 我们需要在app中呢 使用这个中间键 中间键的概念之前我介绍过了 这里就不多说了 body parser 这个body parser呢分两种 一种呢是json 还有一种呢是最常用的 还有一种是uncoded uncoded uncoded 为了节约时间呢 我就直接复制之前我写好的一段代码过来 这边呢body parser usebody parser 然后.ul encoded 必须传入这个extended等于tree 才可以 然后在这个postman里面呢 我们用这个专门用来testuncoded的这个tool呢 abcdef 好我们重启一下server 大家看这边 我就可以看到我传什么 我比如说再传一个efg abc 然后重启一下server 看他就会自动把这个encoded的url的这个建制队 给我parse成json 另外呢 这种是对于url encoded的类型的 传入参数的形式 还可以也用json形式传入 在这边可以这样用json形式传入 我就不浪费时间了 大家 json因为json比较简单 是通用格式 所以大家可以在jquery 用server传json的时候 用这个body parserjson来parse它 第四个呢 就是file 当我们从前端 向这个express server传一些file的时候呢 所有传进来的文件呢 就会传在这个files里面 这个也没什么可讲的 现在呢就讲这个有一个function 之前呢都是一些属性 属性值attributes 在这个request里面 唯独有这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什么意思呢 叫param param是可以帮助我们 access这三个参数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就是如果你也传入一个param 他会先去在params里面找当前这个id如果找不到会在body里面找这个id 因为body他会也会pass成一个像刚才一样的一个json一个object 在这个object找这个id属性 如果找不到再会到query里面 也就是urlquery url这个 这个 在url里面的那个urlquery里面 去找这个id这个属性 比如说 任何一个url 这边问号id等于xxx 就会在这个id里面找到这个属性 这就是params的作用 他很方便我们去找一些参数 但是不是很常用 因为我们大部分时间是明确知道某些参数是存在哪里的 第六个呢 是这个cookie cookie类似于这个body parser 只不过呢 他引入的模块不一样 他引入的这个mojo不一样 他不是这个body parser 他是一个cookie parser 这个cookie parser呢 我可以也是同样的方法引入 parser等于require 他那个叫body parser 这个叫cookie parser 大家不要忘了一件事就是当你引用一个外部module 他不在如果不在这个express 呃内部的话 他是一个第三方 第三 呃就是需要你在另外load的module 呃的话 你需要把它放在这个pocket到json里面 刚才我忘记 忘记 呃 把body parse呢 放到了这个 pocket到json里面了 因为是因为我之前已经install过 所以我不会产生爆的 这个express爆错 但是你们可能刚在刚才的试验中 你们就会遇到错误 任意版本我不在乎 呃 这边好像有一个错误 然后呢 cookie parser 我也不介意是什么版本 我就写一个新号 他就会自动帮我去找最新版本 好 这边呃 这个require到这个module呢 这之后呢 我就需要呃像刚才啊 在这个comment之后吧 app.use.use.cookie parser 是一个function 不需要缠入参数 就是最基本的用法 我们呃注意当大家更改了这个pocket到json呢 需要调用这个npm.install或者npmi 来重新install一下这个dependency 看刚才我已经安装过express和这个body parser 但是cookie parser是我刚写进来的 所以他只install了这个cookie parser 呃 回到我们的这个file里面 我们现在就有了cookie parser了 这样呢 我如果输出这个request.cookie呢 我就可以看到cookie里面的内容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cookie 哦 不好意思 这边我写错了 是cookie丝 呃 readme里面是不是也写错了 果然 这边是cookie丝不是cookie cookie是什么都输出不了的 呃 request里面cookie丝呢 我们cookie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呃 会输出什么 因为这里我没有给localhost 设置过任何cookie 给大家是应该是看不到cookie的 但是可以大概看到一个 我们可以get到一个 可以输出一个object 我们nodeindex 呃 同样send 可以看到呃 只有一个rockformat 没有任何形式的cookie 因为我们没有从server端 呃 set过cookie 所以呃 无法在这里给大家很容易的演示 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request header 或者request get request get 呃 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从header里面取一些参数 取一些建制队 呃 header相信大家当然不会陌生 我们就用get吧 因为get比较短 我们一般会取这个比较长取的就是content的type 我们看一下这个请求的type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在这个postman里面给它设置一下content type 呃 content 他他这边自动有content type 然后我们写成比如说呃比如说最长的texttextplan 然后我们重启下server index 看就被我设成了textplan 之前呢 在我之前一次测试就是在录之前呢我测的是plan x 呃等于utf8现在被我测试成了plan 我还可以设置成叉叉叉叉叉 呃我这边重新启动一下 我如果send的话就变成我设置的这个建制队呃 当然啊 这个是不invalid的建制队了的的一种type了呃 但是呢无关紧要我们今天就是一个演示而用的 好呃 本来呢 今天还进化讲这个response object 但看起来时间不够了呃 麦子网的站的老师们呢 呃 每次都跟我说让我限制时间在20分钟之内 现在呢课程的时间已经将近15分钟了 呃 还有六个这个a 呃 function在response下的这个function 我是要讲可能今天讲不完 我会推到下一节课 也就是我稍微改动一下这个大纲 今天将request 明天呃 也就是下一期课程会讲serverresponse 呃 一次都加一次课 呃 就是一共变成了97课 那么谢谢大家收听本次课程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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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